车祸导致巨骨喷飞不良旅行 台北刺激医院在谷歌库 找到了吻合的巨骨进行移植 这个冬天暖气不够 只能想办法保暖 保加利亚人跨进到土耳其边境 采购物函 世界这么大 她却孤身一人 身心障碍的女孩守着脏乱的家 刺激志工用妈妈心陪伴着她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10月26号 大爱夜安新闻 我是陈珠奇 今晚头条新闻提醒大家的是 天气恐怕要有变化了 因为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行程 不排除最快 它在明天 就会升格为今年的第22号台风 名字叫做耐格 而且如果你从路径来看 它是会对台湾造成影响的 明年开始 我们就要密切地注意 它的发展动态了 另外再过一个月 就要进行九合一选举的投票了 大家都在关心 万一投票期间 我确诊了 我能不能出门投票呢 日本跟韩国都有为确诊者设置特别的投票场所跟特别的时段 但是台湾却不行 因为今天中选会表示 与法无据 所以现在没有打算要让确诊者出门投票 九合一选举下个月登场 中选会宣布确诊者不得外出投票引发争议 外界关心确诊者是否能采用日韩的通讯投票或特赦投票所方式 中选会给出答案 依法只有投票所工作人员可以在这个工作地的投票所进行投票 其余的投票权人 其余的选举人仍应于户籍所在地的投票所来进行投票 对于大考时可以撤立特别考场 中选会表示考试不受户籍地限制 大考中心可以寻觅特定少数的场所进行相关作业 但现行投票所数量达到一万七千多个 选举投票无法比照办理 那有些这个投票所它的确诊人数多 有些它的确诊人数只有一两位 也有法定投票秘密该予以如何维护的法律问题 虽然近期疫情趋缓 但专家担心无症状或轻症未曾通报民众 造成传播风险 在投票当天 投票所内部必须保持通风 维持良好的动线规划 减少在现场或公用环境的一个触碰 现场也能够提供一些消毒的用品 那我想可能再降低 这个所谓造成群聚感染的机会也会下降 除了投票人做好自我防护 专家建议选务人员在核对民众资料后 要做好消毒与民众保持安全距离 才能避免感染 大约新闻菜品张岳佳台北报导 谈到了器官捐赠 多半我们会联想到各种的内脏 或者眼角墨等等 其实骨骼的捐赠 也是弃捐的一个大环节 有一名男子他就在车祸的时候 锯骨喷飞了 导致他不良于行 在台北慈禁医院找到了合适的锯骨 替他完成移植 而且是全台首例 那么锯骨到底在哪里 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脚盘 还有脚踝的中间 是一块小小的骨骼 即便在骨骼资料库里 有锯骨捐赠的也不多 这一次能够找到尺寸大小一模一样 而且是同一只脚的锯骨 这位病患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 40多岁家住南部的黄先生 过去车祸 右脚踝开放性骨折 锯骨喷飞 为了回复正常行走能力 先以骨外固定方式 维持关节空间 等待适合的骨头 后来在台北慈禁医院 找到了符合的锯骨前来治疗 他刚好是同一脚 大小也一样 非常适合这个病人 所谓的液体锯骨的一个移植手术 我们只有固定锯下关节 提供他血液来源 那上面的踝关节是可以动的 他这样就有相对来讲 比较正常的步态 那时候再来开刀的一个照片 那可以看 这其实里面就有一个锯骨 这个关节就有重建回来 让他可以动 锯骨的形状特殊且对称 宽度2到2.8公分 长度约4到5公分 承载身体的重量 与脚踝关节活动有关 如果缺少锯骨则无法正常行走 我没有这种大脚丝圈的 一个方式直接固定起来 用钢钉固定 缺损很大的地方 他会拿不需要的骨头 把它补进去 而这样的缺点就是 他完全没有怀关节的活动度 所以病人走以后走路 就只能像盖印这样一样 一脚一脚这样慢慢走 再往上多一点 再往下 再往上 再往上 一只手术搭配复健 一年后黄先生恢复行走能力 国内的骨头捐赠数量少 平均仅能保存5年 黄先生非常的幸运 在台北慈苑找到了适合的骨头 翻转他的人生 大约新闻黄新燕 郭佳旭 台北报道 这位上人行脚的行程 今天是停留在高雄 主持了今年第四场的岁末祝福 这一场岁末祝福的主角 是有上千位的环保志工 大家穿着整齐的制服 来演绎无量一斤 或许您会认为 环保是老年人所钟情的志业 但其实不然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年轻人 也投入环保的领域当中 基于一颗爱地球的心 今年还有一家三个兄弟姐妹 一起受证环保志工 一起投入这个爱护地球的行列 上千位环保志工 深入金帐演绎法华经 举手投足 无声说法 红华丽身 信环保志工 环保受证队伍中 这五位年轻人格外引人注目 其中三位兄妹党是从小就跟着父母做慈祭 身为年轻人嘛 那上人一直在期许我们能够接引更多的菩萨 能够能让这个垃圾能够变黄金 黄金变爱心 一起努力广邀更多的年轻人 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 同师同道同志愿 全家人新手做好事跟邀约朋友一起做 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让地球变得更好 双人感恩 环保志工全心付出 用双手伺乎大地 唯有人人珍惜思源 洗手行善 才能够留得给后代子孙 大爱新闻 许文玲香红树 高雄报道 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 这场岁末祝福使用的这个道具是法轮常转 它是一个透明的像金字塔一样堆砌起来 还有法轮在转动 那其实呢 这个道具百分之百是用回收物做成的 首先当然就是透明的宝特瓶堆砌起起来 然后呢再用废弃的轮胎 还有轮椅做成这个法轮常转 在在都可以反映环保志工 爱护地球 百分之百回收再利用的使命 透明的金字塔传递爱新 旁边还有金色法轮 立心环保 背書圣经 变爱新 环保站挖宝还要精心挑选 要完整啦 你像这个有冰淇淋就不行了 有冰淇淋就不漂亮了 我来切一盒要看吗 有啊 要淋那个浇拌 还要让其他的师姐 他有三罐一座 两罐一座 像一个金字塔的模型 我们要把那个垃圾变黄金 黄金变 这上面要连电线是不是 连那个电灯 善用回收物 转动的轮盘都有玄机 这个是因为到时候要转法轮 轮椅坏了 把那个轮胎把它用掉 一层轮椅 然后再去把这个东西 再把它扣大 我们法轮里面有八条 因为轮椅里面也有九条的 也有十几条的 那要特别要找那个八条 复合我们的法轮的结构 志工顺略则从事建材业 也把美工团队带来 我来公司将近18年了 来带来第三年之后就开始协助 因为我们老板加入之后 我们公司也是慢慢有在参与的 感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回馈社会 回收宝物也能红法 让法轮长转 深深不息 大爱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昨天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日偏食 不知道您看到了吗 但如果您是住在台湾的话 因为经纬度的问题 我们是看不到的 印度很特别 印度认为日偏食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所以连寺庙都要关闭一整天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 都可以看得到这一次的最后一次的日食 大家用各种的道具来观看 也是天文迷的一个饗宴 不过在印度人 恐怕就没有这么欢迎日食的出现了 因为他们认为日食代表一种邪恶的力量 寺庙关闭一天之外 甚至连公家机关跟学校 也都停止上班上课一天 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在北大西洋 现在有好多艘的液化天然气的船只 在海面上排队 无法靠岗 原因到底是什么 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每一分 每一秒 都有儿童被迫成为难民 历史上战争的结果 不是输赢 而是 一整代孩子的 悲惨世界 成年人的战争 再次夺走 数以百万计 男孩和女孩的童年 请给孩子一个和平的世界 家就在不远处 妈妈 这是哪里 你要带我去哪里 海龟 它怎么不动了 海马 为什么躲在塑胶袋里面 宝贝 妈妈想带你去一个 没有污染的海洋天堂 战争离我们很远吗 战争中的孩子 有着什么样的心情 请还给他们 无邪的双眸与心灵吧 三个改变世界的苹果 一个给了牛顿 一个给了贾伯斯 一个给了你 如苏的万有引力 从咬下那一口开始 如苏我闻 每本书都是座楼 让文字齐居如诗 每座楼都有门 开启它 增广观看世界的角度 每座楼都有梯 攀登它 进入知识的殿堂 书如楼都有路 欢迎回到大爱夜安新闻 我们持续关心的是 欧洲的今年冬天 将会非常的冷 因为天然气 或者各种能源 都相当吃紧 我们先看这个画面 是法国 应该是比较罕见的 法国人向来是习惯 在冬天开暖气 可是今年不一样 从马克宏到所有政府官员 都带头穿上保暖的高领毛衣 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多穿一点 就能够省一点电 少开一点暖气 法国真的要节省 因为他们持续 向国外购买天然气 价格真的很贵 在去年 他们跟美国进口的天然气 占了总量的28% 今年已经多到了45% 而且你看价格曲线 比平常的时候 要高出了四倍之多 所以法国就指控 美国在大发灾难财 今天的这则报导 我们要带您到这个地方 去看一看 它是北大西洋 还有地中海的海域 现在莫名的在海上 有超过50艘的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的船只 要不就停泊在港口 要不就徘徊在海上 原因是欧洲接收天然气的设备 完全不够 现在通通都已经饱和了 必须要等待下一步 才能够继续接收 这些船只能够在海上徘徊 然而他们只要多在海上逗留一天 成本就再增加一天 到时候要买天然气 也就会更贵一些 能源危机大抵当前 欧洲用力节能 原定下个月天然气储存设施 80%满载的目标 现在大幅潮车来到95% 值得骄傲的好消息 却因为先前恐怕下单 衍生乱象 西班牙周遭 有高达35艘满载液化天然气的船只 大排长龙 根据BBC统计 目前欧洲附近有超过50艘船只徘徊 除气进度超前 近来天气异常温暖都是原因 不过祸首是这个 设施负160度的液化天然气 上岸后需要加热再度转为气体 长期被立即可用管线灌坏的欧洲 这样的工厂并不多 天然气大户德国更是一座都没有 固定形式的码头接收站 兴建需要大约七年 相较之下 浮动设施只需要六个月 可以使用二十年 德国首座浮动式接收站 今年冬天渴望提供相当于俄罗斯进口 两成的天然气 与此同时还有四座接收站正在赶工 空有天然气却用不了 欧洲期货价格大跳水 美国德州则是超量生产 售价差点归零 加上石油输出国大减产 国际能源总署市井 全世界可能陷入真正的能源危机 大爱新闻邱凯文编译 所谓省电就是省荷包 今年欧洲人是真的体会到了 大家都要各出其招 想办法来节省暖气的电力开销 保加利亚是这个画面上我们所看到的人 他们大举的跨越边境到土耳其 去买他们过冬预寒药的衣服或者是棉被 我们透过地图来看 保加利亚跟土耳其是仅仅相连的两个国家 边境这个城市现在非常热闹 叫做爱迪尼 保加利亚的冬天最冷会来到零下五度 为了省暖气 他们宁愿自己多穿一点 要去哪里买预寒的衣物呢 答案就是土耳其 原因是土耳其的里拉 在一扁再扁之后呢 市场货币价值变得非常的少 我们看今年一月到现在的数据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一块钱的里拉可以换到0.075块的美金 然后到了现在的时候只能换0.053元的美金 意味着它贬值了28% 那如果再用两个国家的货币来比的话 一个保加利亚的钱叫做列佛 一块钱的列佛可以换接近10块钱的里拉 相当于是1比10这样的划算 无怪乎边境城市非常非常热闹 大家宁愿周车往返 跨越边境来买东西也觉得划算 大衣 毛毯 买好买满 还要把保暖衣物跟厚重棉被 通通都搬回家 因为欧洲天然气价格飙涨 民众过冬开不起整天暖气 大批保加利亚民众穿越边界 来到土耳其的爱迪尼市场 大肆采购 就是要利用汇差之变 大减便宜 我们在购买 因为有很好的价格 而且这是我们第一次 这里来到这里 今天我们去 宝加利亚市场 我们买了很好的食物 土耳其今年七月 开放保加利亚民众 免护照入境后 爱迪尼市籍挤满人潮 天气转凉后 购物街更被挤得水泄不通 每辆跨境巴士 装的都是满满战利品 因为土耳其里拉队美元 过去一年来会价近乎腰斩 包括民众说 会差让消费者的购买力 放大好几倍 难怪每个人来一趟土耳其 通通都是满载而归 保国民众买不停 土耳其百姓的日子 却是苦哈哈 土国九月通膨率 标破83% 闯24年来新高 总统爱尔顿 却反向操作 20号宣布大举降息六码 也就是1.5个百分点 希望刺激经济成长 但土耳其里拉的会价 恐将持续探底 来新闻综合编译 另外一个积极要省电的是乌克兰 因为战争戒满了八个月了 乌克兰最近遭到了俄罗斯 大规模的轰炸 而且都针对能源设施 现在乌克兰正式地呼吁他们流落在外的国人 先不要回国 一起准结电力 明年春天再回来 因为战火而远走他乡 数百万流离境外的乌克兰人心心念念的 还是踏上故土 如今恐怕得再缓缓 联合国统计 目前大约有770万乌克兰难民 集聚欧洲各国 俄罗斯近期的猛烈炮火 让乌克兰三分之一的能源设施受损严重 能源供应吃紧的当下一旦难民回流 恐怕雪上加霜 战火延烧迈入第九个月 乌克兰统计GDP损失了35%到45% 世界银行预估庞大的重建工程 恐虚耗费将近3500亿美元 欧盟领导人25号在柏林举行峰会 强调重建乌克兰的重责大任 就像二战后 美国资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 为了协助乌克兰应急 世界银行也额外拨款5亿美元 至今已拨款的援助金额 高达114亿 即便如此 乌克兰难民的单纯期盼 今年冬天依然无法如愿 大爱新闻 姜玉婷编译 接下来是系列报道 快时尚灾难 每次想买衣服的时候 先冷静下来想一想 现在台湾有这样的二手商店 没何的网络媒体存在 它让你可以省下荷包 也省下对环境造成的灾难 马斗的时尚摆拍 让每一件旧衣 重新被看见它的美好 消费者被快时尚牵着走的同时 人们开始反思 我们与其他的管道 最不同的地方在于 来我们这边的衣服 它背后其实都是蕴含着 前一位主人对他们们的期望 他想象当中 他们这些衣服 可以找到一个好的性价 这是台湾少数线上经营的 二手衣网站 有了穿搭图的商业包装 翻转人们对旧衣的想象 我觉得是呈现这件衣服 它的价值 我们目前也在做的就是 想办法让这样子的价值 能够被体现出来 就是告诉民众 你穿这件衣服会是好看的 你穿这件衣服会是有自信的 刚好在创业之后 我就会开始觉得 二手衣其实真的很多 然后我们自己的官网 也上架了六万多件的衣服 所以在这对衣服里面 就是其实每天看 就会开始 我就不会再买新的衣服 这两件 这件的话就是我们收到的精品 就是JoJo Armani的 然后像它的整个 果然精品就是实际摸到的材质 或者是面料就是不太一样 就义当中 有不少是原价上贯的名牌 甚至还有艺人的礼服 目前网站上流通的衣物有六万件 每月最高有八十万浏览人次 衣服的定价 从市价的一半起跳 并开放道府收旧衣 所得还会回馈给消费者 这样的商业模式 也在不断传递环境与消费 有时是可以兼容的 我觉得抵挡 我觉得我的方式 就是不太会去看快市场 比如说今天它流行的款式 其实可以在过往的二手衣 是可以找得到的 对 就不一定要去买那件 已经最新的那一件衣服 时尚总是不断在轮回 款式退潮的淘汰衣物 说不定就是明天的潮流 二手衣让消费者自省完整美感 跳脱新旧框架 一个身心障碍的女孩 面对父母双亡 孤零零一个人 天地茫茫之间 她需要找一个靠山 休息一会儿 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她的一生 禁锢在轮椅上 她的思维 却能飞向宇宙深处 我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搞懂宇宙 它是什么 它为什么存在 透过阅读 走进天才的世界 发现自己的宇宙 你是否还记得 跟妈妈一起阅读的 你的书 妈妈总有本事 把故事说得好有趣 在我的脑海里 清晰记得 每一个欢乐的天鹤 阅读存脑本 记忆不漏诗 就像飞机起飞 靠摩擦力 创意灵光绽放 靠广泛阅读 谁会不想装上 创意之意 展翅飞翔 阅读吧 开卷有益 英国文豪 莎士比亚 一生写了九个剧本 一百五十四首 十四行诗 他说 书是世界的养分 生活里没有书 如同失去阳光 而没有智慧的书 就好像鸟儿 失去了翅膀 阅读 带来智慧 让你洞悉人性 解惑人生 德国哲学家康德 在一次会议上 扬述了英国西敏桥的 种种样貌 在座的一位英国人问到 您是何时去的英国 又是在哪里夺的建筑 康德回答 所有关于西敏桥的知识 我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欢迎回到戴安安新闻 关心天气 时间交给气象主播 李必秀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今天上午八点 太平洋地区有一个热带性 低气压升成了 我们来看看它的位置 目前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 距离台湾还算遥远 而且结构松散 每小时15公里往西移动 而预估明天开始 它会朝西转西北西的方向 而且也有机会增强为第22号台风耐格 那么到了礼拜天 礼拜一 它可能会经过巴士海峡 不管是热带性地气压 或者是台风 它和台湾的距离 以及影响都有待观察 至于在天气方面 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 东北季风都是偏弱的 所以各地 以及澎湖金门马祖 大多是多云道晴 那么只有东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雨 而在午后呢 南部的山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 雨量偏少 并不会太明显 但是在明天晚上开始呢 这个东北季风又要增强了 所以呢到时候水气会增加 那么桃园以北 一直到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降雨机会会增加 呈现是阴雨的天气形态 那么其他地区呢 还是一样属于多云道晴 温暖为热 我们从气温的数字来说 今天清晨平地最低温 还是一样在花莲受风的鲤鱼潭 测到了14.1度 未来几天一样的状况就是啊 各地主要低温是集中在夜晚到清晨 到了白天阳光出来 就会回温 因此生活follow me要告诉您 在中南部地区呢 因为白天温暖为热 日夜温差偏大 所以出门在外呢 还是要背着外套哦 以防着凉 而北部东北部的朋友 应该是就比较多的机会 来穿着长袖了 明天白天的气温呢 跟今天类似 但是到了晚上呢 东北季风又要增强 到时候桃园以北 还有迎风面 降雨机会会增加 而台湾周围海面平均风力 也会增强至6到7级 最大阵风8到9级 那么另外就是路上的空旷地区 要注意强阵风了 还有热带性地气压 持续的往西移动 有机会增强为 第二十二号台风 接着一起来关心 明天详细的数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历史今天2006年10月26号 慈济的主统岁月列车再度启动 2020年10月26号 美国慈济医疗基金会通过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审查 三间诊所净升为联邦认证健康中心 这是我们美国医疗发展的其实一个一大步 不管你是有没有医保 我们必须去看这个病人 所以这个也是很符合我们职业理念 上去再拿下来再卷转 这个叫外诊 在社区举办中文健康医疗讲座 且驻方放防疫口罩 医疗人文获得肯定 2022年再度通过观察资格审查 有机会申请正式认证 联邦认证它有两个不同的level 一个是look like 另外一个是正式 那唯一的不同就是正式的 联邦认证的健康中心或者医疗中心 是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款 2017年10月26号台中护理之家 日照中心启用 结合慈激医疗资源 台中慈激护理之家 成立日间照护中心 取名好邻居 要做相亲的好朋友 建立社区照护网络 延长长者留在社区及家里的时间 老年人如果可以来到日照中心 他的人际社交圈会更广 然后可以运用更多的资源 让他活跃老化 台中护理之家 由台中慈激医院做后盾 继护理之家安宁照顾 成立日照中心 提供失能长辈一个白天的家 提前达到长照一条楼目标 2006年10月26号 回归竹筒岁月任养活动 这里 建丝经社志工早会 上人发起回归竹筒岁月活动 不忘汇聚小善能成大爱 我会做什么 我要回归竹筒岁月了 四十五年过来 我们不知道没记住竹筒岁月 金社法师率先响应 摆设竹筒日存善念 每天五言 此际制业题 医院院长请邀约 找寻有缘人 花异五言 大家来监言 人文制业 存竹筒传播大爱 丢进去 花个愿 每天花一个愿 你有一个追求的目标 要不要给自己一个行善机会 谢谢 十岁小学生也能汇集善心 成就好事 谢谢 谢谢 自己拿在家里头的话 不如拿来学校 让家有一个行善的机会 九二一元建工程学校 太平国中 批竹自制竹筒 五十二只竹筒贴上禁丝语 欢喜回娘家 男父淑爱心就是 那场高兴 竹筒岁月已回归 敬天爱地敬福元 直至今日 竹筒岁月散布世界各地 不忘三十位家庭主妇 日存五毛钱 克难精神做慈祭 每一个医院里 都有一个最柔软的角落 叫做社服室 他们服务范围不止在医院里 更到了个案的家里和心里 我知道是得到癌症 心情很极乐啦 今天啊 做经历还没做 经历来人都都说没有 不知道好不好 还没有报到 不知道你跑去哪啦 说来 还要找到你 还要找到你 看一下 听听说 莫大哥他就是十二癌第四期啦 那我们做了手术重建 然后再加上术后的电疗化疗 都是稳定的 就是三个月回整一次 担心经历上的议题 二来会担心说 其实他往后的公路 其实都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其实他那时候情绪 也不是说很好 当时我走速的时候 帮忙我走 好像是我的贵人一样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啦 每次我说我回来 我去找麻烦认诊 的确是还蛮像老朋友的感觉 这边是就108年 1月1号坐到现在 这句话 就让我感觉这一条 散心软的路 对我来说 是一条好的走路 所有好的走路 我们不可以帮他踏重点 我觉得让他再回归他的家里 或是说社区的生活上 也有可以良好的适应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是还蛮有成就感 我觉得也是很有价值的地方 你今天要不要说话 你是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 还是心情不好 今天不想讲话 那一次我是接到整间的电话 然后他跟我讲说 有一个一百多公斤的病人 然后又有一个老爸爸 他本来就是很极重度 智能障碍的 整个行动都需要人家搬动 家里面还有一个中风的妈妈 喂 你好脆弓 那时候我们打了将近五六十通的电话 因为有精神积患的关系 然后伤口又那么深 所以其实机构大部分不太愿意收 找了很久 才终于有找到机构愿意收他 我觉得社会服务室 我们常办一个角色 除了不能致病以外 一个病人在住院期间 可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一些 非直接医疗相关的问题 心理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这些都会变成是 我们要一起去关注的一个议题 阿伯 阿伯 就是我看到 对啊 让他很好 阿伯就好 说实话我们去病院 去实习医院 都是他在跟我们 在跟我们 算是看头看位 让他在那儿照顾 您好好 可以好好照顾 您自己的身体这样 对啊 最近那个气候有点便宜 要穿这个好吗 我们现在保持联络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才跟我说 阿伯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一个患有身心障碍的大女孩 在面对父母双亡之后 一个人守着自己的家 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靠山 我们来看这是小娟的故事 而画面中她的家 几乎是乱成了一堆 连睡觉走路的地方都没有 志工师姑师伯走进她的家 想要关怀得先从大扫除开始做起 把家里杂乱无章的废弃物 统统整理出来 分成垃圾跟可回收的资源 里头竟然还有一部摩托车 卡在家里 一堆一堆的垃圾清出来之后 总共清出了三趟垃圾车 才把垃圾给清除 还要换上全新的家具 让小娟能够安身在这里 志工也要以爸爸妈妈的心 长期陪伴让她从此能够安心 健康地过生活 谢谢您参与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我是陈竹琪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